这场比赛目前的这个比分啊 让很多人都惊讶了 是 上海RNGM 2比1上海EDGM 在近四次交手的时候 上海近一年五次交手 上海EDGM获胜了四次 近三次都是EDGM获胜 而且都是零风 这场比赛RNGM不仅给我们一个惊喜 是他先拿一局 把这个零风的魔咒给他打破掉 而且他现在还拿到了两局 而且还是2比1首先卧赛点 两个赛点 但是历史交手啊 刚刚零二有聊到过嘛 我们不看近期的这个历史交手 我们看以往的 从两支队伍一起进到联盟 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 其实联赛他们是打平的 联赛交手20次 互赢10次 只是近期上海EDGM的交手 近一年交手要赢得更多一些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 RNGM又拿出了他们的万物起源 皇家保安团 这是什么 就是4保1啊 当时前程载的那个时代 你还记得吧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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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新的词 我有点懵 是吧 这样我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是呀 只不过现在人换了 老刘退役了 冰冰来了 但今天的比赛 刚刚评论席也讲了 那可露露出双肉装 他就是稳定嘛 他优势嘛 优势就不需要那么拼命了 打人反正就已经有伤害了 是的 就是这种情况下 上海EDGM又要得想办法 到底怎么办 而且我想了一下 现在RGM 痛子哥 如果还是用这种逻辑来打 第一把副子组合 第二把小名书 第三把张飞加罗 第四把拿什么 第四把拿什么 第四把拿 黄宗 拿什么辅助配塔 什么辅助比较好保他 我拿是没了 其实还是得看一下 他们当局优先 第一个英雄选择什么 因为他这把又是蓝色方 是的 他要把他前面 不应该先把射手选什么 而考虑出来 因为他好的组合 都用掉了对不对 对 那我要选什么 我要选我比较强势的组合 还剩什么 我们来想想 大乔是放不出来的 然后关羽加凯 赵怀珍 可以看得出来是放出来的 赵怀珍加加罗特 对的 所以说我们要选这样的组合 赵手后面再补个大合 一技直接给你抢了 哦 那鲁班大师肯定也要说了 鲁班大师加黄宗 那关羽就必须得来了嘛 不是 若可在 谁还不会保嘛 对不对 今天我觉得 蜜蜂花教练现在在红色方 他就想明白一点 保咱们一起保 你保我也保 我是若可 你是冰冰 我们看谁后期的C大 是的 而且若可也是一名很强悍的选手嘛 对啊 若可在赛场上 那就是鲁班七号 任助力 他就是玩大赦很厉害 今天冰冰就是跟你玩大赦 那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我也跟你玩大赦 是 可是这局比赛RNGM不一样了 他直接关凯加海悦 这样的话他可以切了啊 他关羽这把很吃他的考验了 是 因为关羽切黄宗 关羽切猫咪是比较好切的 没错 这把关羽玩的好 诶 他的胜传就很大了 啊 而且后面可以考虑 要不要出首约 因为首约他居黄宗是一个定点板嘛 对 他黄宗就不敢随便架炮 啊 丁凯老师好帅 可以帮他邀您知的签名照嘛 丁凯老师好帅 五毛一条 哎呀 这个我熟啊 昨天我刚从现场回来 昨天现场那找我帮要签名照的 那可一双手都数不过来啊 哈哈哈哈 丁凯老师今天辛苦了 还是大家很热情啊 是的 昨天小路说的其实对的 大家来到现场 更多的还是给现场的选手们加油 嗯 尤其是现在的上海ADGM 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他们输给了上海RGM的话 对他们来说 即便是现在他们手握两分 但是这一分一丢 他们就等于是少了一分优势啊 尤其是后面的队伍 你不知道上海RGM 他们状态起不到有多大 哎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现在胜率高吗 马可波罗这个版本的胜率26次只有35% 但是我觉得这把他马可能赢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啊 可能跟很多教练和很多选手概念不一样 我就觉得马可很好打黄中 因为我每次玩黄中的时候我最反正就是对面马可 到处跑这你跑给我扫一说是那你跑给我扫一说是很烦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把还真的好赢 那就看冰冰这把马可波罗的表现了 对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我们看冰冰的马可波罗只出过一次没有赢 这是他在这个赛季第二次拿出马可波罗了 看看他能不能旋转起来 是旋转啊 而且这把可能他不能旋转他要溜边啊 就是这里过去打一下那里过去打一下 对因为这局比赛你看他打野位置是个肉凯 是对吧 马可波罗去代线效果其实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对像对面的阵容男加上任何一个英雄都打不过马可波罗在编络的代线能力 没错 双方互换了一下风格啊 是上海EDGM来了一个黄中鲁巴纳斯 那这个版本就这个赛季啊 黄中鲁巴纳斯不管是在K甲还是在KPL的胜率都蛮可观的 因为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首塔厉害就算了 他很容易跟着队伍去打一个平推 对 你让我拿到一点点优势 我就直接去推你的塔 你切不到我 但如果你让我十分钟拿到一条暴君 不好意思 三炮教你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黄中在目前KPL赛场上有59%胜率的原因 对 主要是他现在的抗性又高 他就算是在这个版本给他砍了一点 砍了100吧 满级大招砍了100的抗性 但是他双抗还是有400 是 所以这400的双抗 再加上他不怕海悦 对 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个吸血量 我之前有见过 一个海悦拉了个黄中进去 黄中原地在中间架了个炮 海悦真的爆头鼠窜 明明是把人拉到了自己家里 但是仿佛这是他自己做客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局比赛 看看上海EDGM在BP拿到了黄中之后 并且是目前高胜率的近60%胜率的黄中 能不能让他们把这一场BO5扳平 让我们看到上海双雄的这场比赛 达到决胜局 还是说上海RGM用这一套冲锋的阵容 拿下这个大场获得赛季首胜 我是杰柔瓶子 我是重庆囊对贺的 进入双方BO5的第四局 全军出击 大航线 加油 大航线 加油 大航线 加油 我们现场粉丝很厉害啊 取了个灯牌 再输把你头拧掉 中路又是一波抢献犬 是的 和谐的话好像是小宇的 没看清 但是中路的这几局比赛的抢中线拳 小宇的状态都被打得很强 是的 可以看得出来 明呢 这名选手得对线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回血了 小七这一顶啊 把这赤甲顶住了 还是应该能拿到的 是的 大概也能拿到 来来吃中线 顶着海月的伤害 要吃 对 所以你带的是紫荆七月的皮肤 上路关羽不敢出去 项羽不漏 关羽不敢惊现 是 马可波罗这边可以拼个运气 看能不能 一技能打到了人上 对 黄中虽然用肉体挡住了 对 前期挡马可的一其实还挺OK的 因为前期马可的伤害不高 这边猫咪的话是被谁打残了 用一个二一把鱼打退了 这个一技能跳上去 直接跟雷炸 炸一下 打个换血 灵芝带的是宿命调和 然后加十个鹰眼 还没有带虚空 是的 想打伤害 有梦想 中毒至长过线 保证海月生死 大招直接贴脸转 直接旋转 一闪上去跳一下 再点个链子过来 加炮 一炮 转了一炮 哇 洛克这是点链子追一炮 闪现再追一炮 其实这一波的话 马可波罗他转这个大 我敢保证他的攻速是绝对只有一个匕首的 嗯 虽然他现在我能看到猪装他有两个匕首 肯定是轻疗大破线才有的 对 根据我玩王总要马可波罗七年的经验告诉我 他绝对没有那个匕首 所以说他攻速不够的情况下 他转这个大就是至少苦 没有意义 对呀 他没觉得说第二档是不可 第二档攻速是不可能杀掉黄中的 是的 多此一举知道吧 下路 这样把自己打得很难受啊 而马可打黄中就要打得一个灵活 你是知道把自己逼上绝路就难受了呀 不过冰冰这种转上去打黄中的方式 确实是马可波罗在线上去打黄中的一个主动方式 刚升四级 没有第二档攻速 哎呀 你这样 真的马可波罗第二档攻速如果说转到黄中加一缩子是能秒的 是的 所以说 还是得考虑一下怎么打 还是急了 他想的是我到四级的那一波就打一个出击不易 是 但其实 四级那一波也没有伤害的 嗯 冠冠过来批一刀 这个小雨先把后白冰清掉 但还有一个冰 这个冰就留给晚秋了 肉凯还是很肉的啊 扛着上海星 上ADGM下路的优势已经绝对显现出来了 是的 这样的话 黄中就可以运用他的大招 各种消耗中文亚塔了 已经是绝对优势 嗯 诶 中路 沈梦西加上项羽吧 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合力把小雨的海悦给杀了 是的 海悦这边是没有交闪的 应该是被控死了 对 灵芝大也没了嘛 对 马克波罗拿到红buff了 可以 诶 单杀 单杀呢 拥引单杀的小七的关羽 那RNGM这个阵容这么打的话 上下中全都各死一次 这阵容就起不了任何节奏了 是的 因为马克波罗他更多的是要等一个电刀嘛 对 电刀加红buff然后去转边 但是下路已经塔没了 上路又被单杀了 有点难搞 中了沈梦西 哎 这人 红红被打残 黄中的爆发太高了 他没反应过篮 直接被表了 但是这波板球又进去了 这不能一个一个上啊 项羽一定能顶上去 赶紧交闪跑 这怎么打出的 第一把的那种感觉啊 对 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 上海RNGM他们如果说在没有选到绝对大色的情况下 他们的节奏是不够明确 嗯 选到大色就很明确保着射手 看这一波是项羽的1技能 接上沈梦西的21 把小羽在原地控了一波之后 再接一个霸王斩 把他活活控死了 所以没有机会交闪现 下路的因为一塔不破的太早啊 所以导致关羽也打不出转线的效果 然后再面对到一个逆风海悦 线也比较难清 目前的上海RNGM已经掌握了整个三场主动权 但这波凌争一技能走 再挂一个大招 回头拨一下蓝阶波进场 马可波罗一说一技能扫上去 大家红BUFF手足了 然后黄中继续把炮架在了最远端 用末尾的边缘推掉了中路的一塔 黄中压塔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上海RNGM这局比赛已经进入了 属于他们的一个平推局 如果RNGM在被逼在高地之前 不找机会主动反打一波的话 那他们这局比赛 也不用想这局比赛了 准备下一局比赛就好了 因为实在是看不到希望 他们必须要在 濒临城下 在高地前 尤其是在推二塔的时候 主动出击 让关羽有机会绕出去 打一波 这边凯 开了个蜡 关羽冲出去顶一下 但是没办法 所有的控制全部激活 打到了小鸡和宛球两个人的身上 融化了呀 瞬间蒸发 上野倒地 而且这一波 蓝都是不在的 这一波 人数上是5打4 但是凯跟关羽就首先被秒了 对 那一波在追出去之后 上海EDGM的支援要比RNGM更快 是 再回头动一条龙 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啊 上海RNGM 他们得 现在海悦去拉蓝也打不过 9级拉12级进去被秒了 他如果要是打保护的话 他拉前盘也不行 拉前盘项羽也不怕他 对 这把海悦的话 他其实就那样吧 因为海悦这个英雄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针对性作用 对 拉你单前排啊 或者拉你一个绕后的C 但你这局如果要是拉蓝的话 你只能限制蓝 就一点时间 带你进去还是会被秒的 把项羽拉进去了 拉了项羽进去 黄中 关羽来了 冲进去 黄中这个位置直接被集火 被带走 但是马主罗直接转大招 上去再点两下 带走了蓝 项羽 二连击破 是的 但是最终也倒了 被凯给带走 那野梦和铭只能往回退 闪现铁 闪现二级拉了之后 再接一座 坏转 精准一技能 点死之后再点两下 与这一波触发了连环事故 在野区的一波攻防 RGM打赢了这波团 是的 一波灵性绕后 黄中无路可逃 是的 一波一换四 这样打团的话 马可波罗就非常的舒服了 对 他能一直打人 而且还切掉了黄中 呃 今天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 这波团啊 先看一下回放 马可和 泰乙真人 以及关羽 打了一波三角包夹 是 然后这边蓝的话 他也没有蓝buff CD不够 嗯 身上转出来就把他打死了 今天edg也从第一局比赛就暴露出来了一个问题 啊 他们对于团战的身后位没有人听 第一局比赛还记得晚球的蓝绕后吧 是的 比赛已经被像这样夹心饼盒的环打了两招了 对 就可见这个BO5第一局比赛出现的问题 到了第四局比赛伤害edg他们依旧没有快速的得到解决 是 黄忠在这个地方驾炮 哎 直接过去拉 凯略想拉点链子把链子拉断了 关羽直接到后 顶一下 看能不能顶回去 凯这个位置也看得大招 被黄忠秒了 黄忠直接点死了关羽 向羽再给个一技能推一下 马可波拉马路 回头用一技能 扫死了向羽之慌 马可直接转进去 复活 是的 有复活站起来之后 还要被叮 被蓝一口给咬死 黄忠又有炮了 一炮没轰 炮死了 Buff 上海RNGM就是想要 集众人之力 切死若克 但是就是切不死 对 他一个零星省现过山珠的墙 然后没人碰得到的 对 回头 几个暴击 把关羽给带走 刚刚小羽啊 想把若克给拉进去 但是被炎梦的一个链子接了一下 若克点了链子之后 直接把海洋大招给拉断 像这样的话 其实他拉进去 应该也打不够 啊 应该逼个位 你拉进去 黄忠原地做炮 大海月还是挺简单的 哎 直接一个拉 拉回来 开大招 黄忠再加炮 龙炮 两炮 三来一炮 没红buff了 是的 这也不运气 没那么好了 啊 但主宰的话 只能给了 十分钟之后的第一条主宰被上海EDGM拿到 紧接着还可以考虑再拿一条暴君 但有感觉RNGM不想放几条暴君 是的 看看还能不能再找机会 马可和泰乙又绕出去了 这波下路断线漏了视野 但泰乙没有漏 这边的话双龙可能是要给了 嗯 马可现在选择了原地回家 哎 没走 哦 想蹲 是的 看到了 看到了沈梦希 要不要上去 被沈梦希21 弹了一下 那这一波是要被爆加了 哎 这怎么办 哎 马可和泰乙直接转进去 他一个二 他直接砍死了 黄忠阵亡 而蓝的位置 也被盯住 这一波想包儿的同时 黄忠被留住了 是的 而这边 凝芝也被留 走不了 是的 向雨没了 哇 那一波是冰冰跟雨雨 两个人过去 想要跟队友形成一个包夹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上海EDGAM的所有人 提前去接应了一下洛克 但是无奈的是 他们也碰到了晚秋 晚秋见人直接开大 但是黄忠还是被 马可波罗给转死了 主要是黄忠刚刚闪心 应该还没好 啊 躲不掉马可的那个大招了 先是让晚秋上去逼链子 是 这的话拿到暴君 因为上海就够了 其实这边团可以考虑接下 对 上海EDGAM刚刚那一波 其实看到了马可波罗的下路清线 他们想要过去包一下 哎 注意这个篮好像是走不掉了 被蹲到了 大招起手 直接大招压血量 回头一技能扫死 把血影给抓死了 可以开始压塔了 马可波罗破晓捉出来了 但这个阵容啊 上海EDGAM就算是打防守 他们也是很能打的 他不像上海RNGAM RNGAM刚刚那种 对于EDGAM的强压局面 他们真的是 在不可能当中找到了一个 几乎成功率很高的一种方式 就是让马可跟泰乙出去绕 是的 他不是让关羽出去绕 而且这个时候 他能绕的人其实只有黄中 恰恰黄中他还出来了 是的 就这个概率很难 但他们做到了 可是如果是逆风的EDG 就显得要轻松很多 毕竟是沈蒙西加黄中 他们很能守 是 特别的能守 来 冰冰的马可波罗 已经1万1的经纪了 其实这把的话 RNGAM他们想一波 还是很难去通过 这边亚塔一波的 所以他只能通过 把对面人放出来的 二人拉进去 队友过来 往往手直接大招拽上去 先把群应给带走 黄中这个地方架表了 看能不能给链子 但是链子不敢给啊 给链子接了一下宁芝 刘宇进场顶一下 先把宁芝给击杀 小G在顶出来 晚就在扛塔 没有关系 冰冰打得很亮眼啊 今天的冰冰 他直接很果断的 就把玄云给秒了 我就能说 玄云这一把 其实几乎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对 他几乎就是被马可给打死了两波 这场比赛就像刺痛说的一样啊 改变局面的马可波罗 难 但是不代表不可能 而冰冰就完成了这一点 王中的最后一件装备 蒼穹 先出了风波大剑 是 保一下自己的 只保一下 RGM开拢 然后马可上去把二塔给推掉 RGM现在三高都还在 上海EDGM还剩一个下落的二塔外塔 今天的冰冰表现太亮眼了 上一局比赛的四杀 上上一局比赛的孙上香 这一局比赛的马可波罗 不管是大射还是游射 他都表现得很棒 是肌肤这一把节奏都是他找的 上面可以看一下海悦在蹲那个蓝 看一下能不能蹲到 在护蹲 没有人出去新线 暴军刷了 这波把龙兵放在了上路 感觉好像有机会能蹲到 说实话 这草也要上塔 太乙这人用二技能尝试了一下 反正这个草已经没有人了 这样的话 压是压不掉的 只能回来开暴军了 鱼这把的出装啊 他也是出了新权 他没有选择出奔狼 他想的就是扛住 沈梦西的消耗 上海EDGM今天的比赛 我相信蜜蜂化是非常不满意的 再来一条龙 现在的话EDGM他只能收下 因为黄中的话 哎呦 他这边拉进了一个项羽 直接闪现拉 拉回来 黄中架炮 什么东西带来一个雷 当然不够 一拥而上冲进去 看能不能把黄中给击杀掉 但是在塔下呀 顶着塔打猫 他已经给一个复活 先把自己给拽起来 我们再给一个一技能 给了一个控制 反向左卫 躲了一颗雷 没死 没有切死若可 然后自己也没有阵亡 有太尔真人的高容错 很危险啊 其实这样 这一波他们是拿到了暴君buff 暴君buff给了他们底气 是 给了他们勇气 海悦直接把项羽拉进去 是打不死的 对 主要是刚刚那波关羽 是先被炎梦动了 对 难的话破军也是做出来的 做了一套 伤害比较高的装备 赎尔 卷影这把得想办法 你要么把马可波罗给秒了 你要么把关羽给我盯好 但实际上比较难盯关羽 男人英雄就只有一个 放 主角上去 拉到网了 拉到了沈梦西 沈梦西应该是救不了了 击黄宗 给因此 凯上去二技能 控到了黄宗 关羽想往里冲 回头顶下 ver 向羽先留下来 小羽 直勾勾的上去把沈蒙熙拉到了自己的幻境里 他这一波猫咪是炸人把自己的视野炸出来的吗 我可以看到这边猫咪是直接冲着猫咪去的 对 应该是有视野的 一锁一技能扫完 点点子赶紧跑 中路有兵线但是清不掉 自己的状态也没了 但是有个破坏甲在身上 这波往里上去点 继续点还能点 但是一锁一技能 暂时点 还要暂时继续跟 再来一炮 打住我 鲁木纳斯有大招 能拉回来 兰之不想进场 但是凯就在旁边盯着他 关羽也在旁边 一技能看到这个关羽在侧边露了视野 所以不敢往前继续追 准备手仔 这波是上海一技能五个人全部都在的 手仔可以秒的 因为海悦是还在复活的时间 是的 刚那一波是马克打残了 海悦被击杀了 那等于上海RNGM就只有三个人 其实像这样打的话 对于上海RNGM来说是不机会 因为只有在外面打团 他们的胜率是更高的 对 反而在对面的高地下面打团 是不好赢的 就是在一滴技压的时候 伤害RNGM就故技重施 是 暴君也是拿不掉了 因为下一条暴君刷新的时间是十九分半之后了 赞线开 海悦被秒了 海悦直接被带走 黄中原地驾炮 轰两下但是婉修有大招 凌智非常的果断呀 直接带住了海悦 小玉连续的两波阵亡啊 海志仁 中途高地 守不了 上一的肩膜枪接着这一波 黄中上有复活 蓝有复活的情况下 直接往前压 看能不能尝试一波 冰线卡在外面好像清不掉 对 黄中大炮一架绝对领域 马可依说一进的没有扫到人 二进的拉出来 被黄中的普攻点了一下 但好在没有暴击 黄中继续往前 直接往里旋转 转了一波 这个黄中回头跟了他普攻 再点个链子走掉 走过位躲一下关羽顶一手 打出了黄中的复活 再顶一下看有没有一 有名刀 再来一个名刀再顶一下 小七完成了对于黄中的迁入 看见马可依然也倒了 太远复活出来 看见马可依然给轻完 一个大招 拉一下 但是没有拉进去 链子被拉断了 那回头反打二技能连续的控制 现在回头给一个大招 直接咬住了凯的杀小羽了 是的二技能在顶一下 再一个凯靠不住 蓝又给了两段二技能 小羽没了 但是关羽赶紧把兵线给轻出去 但是中路还要进一些 远远不断的兵线 在进攻的水晶 EDGM可以利用卢班纳斯 推掉这座水晶 让我们恭喜上海EDGM 双方打至决胜局 2比2打平 这场上海得比 在团战上 让我们看了个爽 是 非常的精彩 对 这局比赛最终还是上海EDGM拿得下来 但是在他们大优的前中期 我们以为这局比赛很快就会结束 是的 上海RGM让我们看到了变数 尤其是今天彬彬马可波罗的表现 真的打得很漂亮 双方的决胜局 究竟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还不知道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 评论席对于这局比赛的分析 上海EDGM把比分扳平双方战至决胜局 这一局的话 其实双方打得也是有来有回 特别是也看到上海RGM一度 也压到了EDGM的高地 然后我们高地 对于上海EDGM这边来说的话 也有一个黄中 还有包括那一波上海RGM是比较着急的 在塔下跟上EDGM打所以没冲下来 团战看得爽啊这一把 从头打到尾啊 首先没爆炸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赢 本来觉得五个冲三个那怎么样冲一两个高地可以吧 结果没想到被反冲出来了 然后还被反一波了 对那波其实我是觉得 但是就上海EDGM这边我还是 就是不是很想 就是这把虽然这把他们赢了 但我觉得我还是 对他们还是比较 就是有那种 就是我感觉那么失误问题还是蛮大的 你知道吗 你发现最后一波打算 打到后面 你发现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站位 其实是有人去盯关羽的 结果打到打到 哎你发现会 又是很轻松的就切到黄中脸上了 包括他们前期输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没人盯关羽 但是选影的蓝在这一局也是调点比较多 像这一把的话蓝其实是不好发挥的 但是刚刚跟西华也聊了嘛 不好发挥有不好发挥的打法 打法 不好发挥你就不要强行出手嘛 你可以把一个蓝的大招来推关羽或者盯关羽吗 那方都有更舒服的环境 就像那把的晚秋 纳克露露 他为什么出漫柔 因为他知道家里有个大盒 他只要去骚扰不死就行了 这把选影就是一个作用 我就是帮助队友 这把我不好发挥没关系 我用我的命去吃个海外大招 我用我的命去把关羽盯住 是不是对于黄中来说都是更好的 我把对黄中有威胁的点 能处理多少处理多少 没错 就是他要有作用 我觉得他不是他的真正水平 我觉得应该是他 Luna那把之后 给自己的心态可能玩得有点小碰了 因为Luna那把 确实大家都看到了 他确实那把过的日子好惨 没事赢了就行 赢了就行确实 调整一下心态吧 因为一个队伍来说 打野花位置这样能赢已经是 已经是蛮不容易的了 是的 就刚刚也给到了修医师镜头 看到迷风花教练 觉得他在这句话也是 比较机 就是也不是说激情吧 就比较很 非常主动的也在跟队员去输出一些 我觉得包括这一局的一些问题 包括接下来应该 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决胜剧 对于RGM我觉得就是可惜了 五打三的时候 技能席力再等一等 兵线处理跟站位再好一点 说不定就拿下了 对说不定就自己的首胜 我们都讲了 只差临门一脚了 就像凯跟关羽 他如果去逼一下黄中的位置 不要让马可吃到满三害 其实还是有机会去拿下的 或者那波就是 而且逼的马可确实在这一局 还是有几波 打得非常不错 那波要么压高地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中路如果黄中架炮了 你可以直接中转上的 对中转上也是可以的 那蓝一个人 他如果蓝再敢清兵的话 五个人打他给他秒了 海悦大招也应该马上就好了 对就是你放两个人在上 三个人在中 那就等于 说实话就等于队员没死人 因为两个压一个 他有个高地在 你就算二打二了 然后你三个人压中路 他们两个人黄中架大师 两个人随便守 还有一个 还可以做防御塔 最多就是把防御塔推了 当然你也一波不了 对就是你明明 就是明明是人数占优 你飞行身打成 就是不是很占优 你也能够看到 这个经济曲线走势 也是非常的波动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上海DGM的 对抗路选手 宁芝 项羽 最后一波 三点海悦 我都没看到好人在哪 非常关键 我说实话 那波我是以为他莽撞了 我觉得他这样一闪顶进去 应该海悦直接拉他了吧 是你格局小 是我真的没想到 他直接给海悦秒了 佩可兰 我觉得那波真的是太关键了 因为我在地图上 我都没看到海悦在哪 我就看 哎 名字怎么散现 哎 海悦死了 对 我了 我当时看到了海悦 我以为他一闪过去 我说这一闪过去 海悦不直接拉了 反打了 可能要没了呀 结果我是真没想到 他真的给他秒了 就是控制机 衔接得特别好嘛 所以这一把的话 MVP也是给到了宁芝嘛 他拿到了自己的第五次MVP 对 你现在可以看到 上海悦游他们拿MVP次数 最多的就是上野 宁芝跟玄影 但是玄影今天整体的表现 看下来的话 确实相较于他之前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滑的 我觉得就是第三把那个问题 第三把的Luna 真的是可能是 对于他这么一选手的话 可能对于心态上 有点小小打击吧 但是我觉得 作为就是现在上海悦游 是要去打卡威赛的 这样的一支队伍 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他一定得更加对于自己的 方方面面的要求要更高才行 对 这波虽然打赢了 但我真的是在这种团战中 看到了EDGM很多的不足 是的 就本来就是五打四嘛 对 你怎么样有一个人盯关威 然后玄宗的位置更好一点嘛 没错 就那部就我 什么都没想到 那部团战打完之后 死了个玄宗 按理说死其他人我都能接受 我觉得玄宗这把是 就是应该不好打 没人看得到他的位置了 我一个项羽 一个大师 然后再配上一个蓝 我怎么都不可能说 关威这么光明正大的 揪过进去了 海悦本来是说 我可能会拉项羽刀 再揪进去的吧 那海悦都没了的情况下 你还是让对面冲了进去 还能让关威冲到就是 因为你看他前期崩 前面崩就是因为关威这步绕后 就是被绕了两三波了 你还不长记性 我觉得就有点不合理 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对 你要是不注意刚刚最后一波 如果马可迪斯也没死 说不定一波不了 他出来对面开拢呢 就可能节奏又立马会被反压到 上海二人这边了 因为其实特别是这两局嘛 我们看到这个节奏打的 就是有来有回的 你双方都是就是互相压到 然后谁都有机会去 推掉对方的水晶 我今天越往后看 发现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其实这把前两首BP选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大概率看好EDGM了 因为他那种大师皇忠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两个英雄再搭配在一起 是在我心目中是高于鲁班父子的 对 而且其实当时解释戏也聊到 马若克他本身就是一个 在之前来讲的话 他鲁班人助力 他玩待设就是很擅长的 就是他之前最引以为傲的风格 然后EDGM基本上是三度对线 都是优势嘛 对 就是没想到的话 中期RGM冲出来了 泰影跟马可多次被和击杀掉了缓钟 那波鱼鱼那个闪炸炸三个 说实话 配合马可真的很关键 是的 我们也在分析 就是如果说这一把上海RGM获胜的话 MVP应该是会给到鱼鱼的 因为他的这个太乙真人 在多次都是 破局之点 对 破局了 破局之点 我觉得非常关键 对 包括我们今天听到语音 我觉得鱼鱼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对 所以今天看下来 这就是四小区打下来的话 我是觉得EDGM 今天是失误非常多 就是没有进步 他退步了 然后RGM是给我看到的 进步非常大 因为确实他们的就是 毕竟之前的战绩不一样 就EDGM是一个连胜之士 然后RGM是想取得首胜 他一直在连跪 他已经7连跪了 对 所以说两边在我看来 一开始就是 我觉得是EDGM是大战优的 新的队伍就倒在高地面前 是不可怕的 我们问题好复盘 站位跟卡线就行了 没错 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 对一个新的队伍是比较好解决的 对 需要他们打受自己的自信跟手法 是的 但其实现在打到决胜局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决胜局真的是非常难预料的 就在于其实上海RGM 他们在上一场比赛 也是跟对手夏门危机 达到了一个决胜局 而且上海RGM当时是让二追二的那一方 但是决胜局本来看着也很有希望 郑融的选择上看也是 但最终他们还是奇差一招 所以也会比较担心说 现在又来到一个决胜局 面对一个同样的处境 上海RGM能不能去扭转他们的战局 郑融 郑融上面给我选那种宝的大赦 就拿大赦 因为尖兵兵状态很好 然后容错力再高一点就好打了 像冰冰那把 首先一把加罗 保财保的也好 一把松上香 松上香加冰胜尹 今天除了第一把 后面其实都装得挺好的 就是来个能保人的辅助 再来一个大赦 你看哪边拿基本就哪边赢 那EDGM呢 EDGM也是也拿 人家是卡位赛 对也拿也拿 那就看哪个射手能够活到最后 对 看谁射手跟谁 对 这把这几把就是这样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的决胜局 把时间交给杰说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